拜登下令轰炸叙利亚 避减产产品为何没人止跌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后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26号 星期五 我是Erin 跟昨天大跌的美股一样 今天澳股的跌幅同样比较大 ASS200指数下跌了160点 收跌在6673点 从趋势上看盘中还是有些支撑的 下跌的趋势主要出现在开盘后 跟收盘前一个小时左右 今天领涨的是矿商SL SLR昨天发布了董事长 增持公司股份的一个公告 今天股价是上涨了7个百分点 价格是来到了1.455 大致看了一下他们的财报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上涨了37% 税后利润上涨了48% 营运现金流增长了62% 现在是手握包括纯金在内的现金 共计有3.15亿这么多 现金流是十分的强劲 预计21彩年黄金的销量 维持在24万到25万盎司之间 铜的销量大概在1600吨左右 比原本还多了500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 关注这家公司的发展 今天ORI大跌 他们今天是发布了两个重要的公告 第一个是下调了营收预期 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中澳关系的紧张 使得需求继续减少 其次是COVID-19 继续影响了矿产的开采 使得产能的恢复有些困难 此外还有他们位于西澳的工厂 和正在使用的SAP系统 都产生了一些维护费用 这些因素对总体的营收的影响 大概在95到125米脸之间 再有一个就是高层的人事变动 现任CEO即将离职 取代者是集团的原亚太区执行主席 ORI今天是收跌在了12.56 下跌了18个百分点 贵金属方面 黄金走势向下 跌破了1800的整数管口之后 现在来到1764美金左右 白银走势类似 从28美金出头的位置 一路下跌到27美金出头 目前黄金白银四小时图的 不轨都出现了开口 提示出比较大的一个航行走势 WTI原油是从63美元出头的平台上 震荡了很久 现在小幅下跌到了62.7美金 一桶的价位 比特币这几天 多空双方都没有捞到太大的好处 在以上下5000美金的政府来回扫荡 目前再次来到46000美金左右的阻力位 还没有形成突破 今天最刺激的事情就是拜登对伊朗 有伊朗撑腰的叙利亚民兵组织发动了空袭 拜登不贵是老民主党了 下手比较狠辣 刚上任两个月就发动了军事行动 这可能是为了继续对伊朗方面施压 给伊朗和协议的重新谈判 增加筹码 当然官方的话述还是说 这次行动是对近期美军在伊拉克 遭到的袭击的回应 本来以为这一轰炸 能让黄金这一类的避险产品 指出颓势了 然而并没有 说明现在市场上面的流动性 还是比较欠缺的 近期上涨的国债 还是吸引了太多的资金转向债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